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前一阵子自来水混浊有意味的问题 水公司方面除了表示深深的歉意外 也强调已经做好准备改善措施 保证未来不再发生 有议员认为水公司应该针对前阵子自来水质浑浊有意味 提出补偿民众的方案才对 小孩子泡牛奶跟洗澡的时候 黄澄澄的水让他们心理这种的房口 那在这里然后他们就说他们的这个官委会 或者是他们的大厦都要行这个水潭 这个自来水公司也有你们的因应对策 那我也希望帮他们争取就是说 对于他们这个个案会够做一些合理的补偿 就是补贴了不要说补偿 机动市议会特地安排考察行程 由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带队 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以及公务处长 陈耀川等人陪同议员们进行考察行程 一起拜访水公司一区处 而针对前阵子自来水混浊有意味的问题 水公司方面除了表示歉意之外 再次强调 经过加强过滤及检测 水值安全无余 检讨后已经准备好改善措施 保证未来不再发生 除了水库的水源来支援这些 因为基隆河的这个水值不佳 来做一些补充之外 我在上个月特别还把其他 我们总处其他处事的这些经费 我大概抓了一千万过来 在基隆地区 为了要做什么 继续要做水值监测的这些仪器 包含这些TOC等等 我们希望借由水值监测的仪器来投入 未来如果我们在原水端 就能发现它的水值因为枯汗 稍微有一点 可能没有叫以前那么好的话 我们就会立即来启动 由水库的水来做一些补充 发生这件事之后 我们大概也做了一个很深刻的 去处包括我们总管理处 包括我们四位的四个处事的长官 给我们指导 我们大概做了一些 异常管控的一些措施 我们不要也不会再发生 类似这种事件来发生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强调 包括去年基隆高地社区供水出现问题 以及今年前阵子发生的致癌水浑浊有意味的情况 水公司都保证会做好改善措施不再发生 市议会也希望水公司可以说到做到 五种顾问 就是我们的五种工程师有提到说 跟我们议会提出保证 就是我们高水供水的问题 还有包括我们最近的话 他正在暖暖这个整个用水的一个灼航的问题 他有提出保证希望上能够做到 另外水公司一区处也报告 由于八月底前已经有两个台风带来雨量 因此预估基隆市今年的自来水用水没有问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另外市议会前往新隆瓦斯公司考察 针对今年二月七堵攻坚入瓦斯外泄起火事件 新隆瓦斯公司表示歉意外 也强调已经做好准备改善措施 保证未来不再发生 也超过半年了 在整个跟住户的一个赔偿问题 还有就是说后续的问题 现在这个整个解决的方案有出来吗 另外就是说我想我们基隆市都是 算是一个老旧社区居多嘛 那老旧的管线的一个 他的一个图资的一个建制 到底有没有完成 有议员认为新隆瓦斯公司 应该针对今年二月份七堵攻坚入瓦斯外泄起火事件 提出改善措施和补偿民众的方案才对 我想贵公司的整个在SOP啊 真的是有待加强 那一天在我们七堵区来讲的话 六堵里那边发生的气暴啊 等于说让那个瓦斯燃烧啊也吸睛了 让百姓也真的会恐慌啊 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考察行程 由市议会议长同志伟带队 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以及公务处长 陈耀川等人陪同议员们进行考察行程 一起拜访新隆瓦斯公司 新隆瓦斯公司除了针对七堵攻坚入瓦斯外泄起火事件 表示歉意之外也强调 将会做好改善措施 保证未来不再发生 问题不在我系统出来 问题是在50年的管线 怎么把里面的资料是正确的 这个我们要花人力 我们已经在做了 系统我们已经投资下去了 那211事件这个东西 大家会觉得 对我们整个管理是觉得 怎么会变成要延绍四个角落 别人挖到你管线嘛 这个东西的源头其实是因为 第一这个厂商是在做社区内的地下室的污水 要去连接到市政府的污水 所以它并不用承报市政府 它是辖区内自己的管线 它刚好一挖打上来 从地下打上来 打到我们的管制 那我必须要说明 因为我们到现场的 那时候的公务部进行刚来三个月 所以他到现场 我先不管人家有没有打到我们管制 火就在烧了嘛 这时候市长也到了 没经验紧张了 安全的这个回报机制他没有报 他没有报给我们 以至于延宕 其实不是没有图值 图就有了嘛 图就有了 他现在他不敢做决策 到底要不要关开关嘛 最后是市长讲了一句话说就关嘛 对不对 所以一次停了两千多户啊 很简单 我不用管他是不是 我们的管制 我已经摆明就是我们的管制了 所以其实源头一关 最后是市长做的决定 对不对 其实这其实在第一时间做决定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我要跟大家抱歉 这个就是在维护安全机制上面 我们的教育训练其实做不够 刚好又遇到新来的公务部经理 那我想还好没有人员受伤 可是也给我们一个公司很大的警惕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其实之前也有去市政府那边去报告 也跟大家先道歉 因为大家以为是什么消防局的回报机制啊 或者什么 我想那时候公务部 公务处长跟这个秘书都在现场嘛 那其实这段或未来这样的一个现场安全处理机制 是不会再有这样的状况 机动市议会议长同志为肯定新农瓦斯方面的回答 并且要求市政府公务处在核准挖入时 可以先整合好 包括水公司和瓦斯公司等管线单位配合 让市民能够有安全回家的道路 特别到新农瓦斯来做一个考察的动作 因为我们最近有发生在七堵 有一些这个气暴的一些事件 所以我们全体的议员非常关心 我们相关的安全问题 然后还有新农瓦斯的经营方针问题 也有特别议员关心说 我们有一些山区 我们的瓦斯没有到位的问题 我想新农瓦斯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解答 那我们也特别要求公务处 在近期所有全市的马路 在铺路上面要整合各个管线单位 我们也谢谢新农公司 水公司等等相关单位大家的配合 让我们希望我们的马路的品质 可以越来越好 让市民有一个安全回家的道路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举办 金融教育好声音座谈 邀请市长谢国良 教育处长刘美兰 金军基金会执行长林月勤 与20多位国高中生 透过轻松的对话过程 探讨青少年的生活娱乐空间 我自己是热音社的成员 然后在找 一样是找那个活动的场地 就是非常的麻烦 然后钱的部分也 非常的为难我们 我们如果之后有没有表演的话 在金融社是这样的一个场所 其实对金融的学生来说 是非常简单跟方便的 就是无论是车前或者是车程 都不用花到这么多的时间 座谈会上金融高中学生 亲自向市长谢国良 争取更多社团练习场地 建议市府能够活化闲置空间 让学生有更多的娱乐空间 他们想要读书第一个 绝对不会想要来金融 因为金融的 他们会觉得说 金融没有一个适切的地方 可以让他们读书 然后静下心来 那像我们如果要做 断考前的复习的话 我们可能会选去 路易沙或者是 就是比较高单价 然后又需要花钱的卡归厅 但是其实这样就会导致说 在那边但是 有更多人来来往往 然后自己的专注力 也没有办法提升太多 所以其实我们会比较希望 让基隆有一些黑书中心 金融市的运动空间有点少 那像台北 几乎每个区 都有自己的运动空间 那像很多年轻人 平常很爱运动 或是有培训队 要准备比赛这样子 有如果有比较多的运动空间 会对他们比较好 希望可以多设置一点 那还有就是设备的部分 运动空间里面的能器 故障频率其实有点高 那希望可以进取保验这样子 还能够使用那些学校的场地 来给学校点的一些表演的 机会的场地 或许可以让更多官方课 知道我们是有没有 能够表现的地方 同时也给一些想要 或者是我们可以改造成 刚刚讲的推出中心 或者是图书馆书店 让我们能够 想要乐服的人能够留下来 市府教育处举办 金融教育好声音座谈会 邀请各校代表面对面 和市长谢国良对话 从K书中心 室内运动空间 及社团练习空间 学生们畅所预言 市长谢国良一一回复 讨论相当热络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 有一个墙地 然后有一份固定的金额 可以让我们去办理 我们自己想要的成果发表会 然后可以展现自己 学生有很大的看法 那因为学生会找不到 管线去提供我们自己的意见 那谢金融市政府 这次举办的这些活动 能让市长听到 学生们想要什么 跟学校哪些地方 是需要做改善的意见的 我们一起讨论了 初中 国中跟高中 这个同学们在这六年期间 可能会需要的一些空间 不管是念书 不管是才艺表演 不管是音乐不管是戏剧等等 青年朋友都是需要更多的空间 这是我很重要的任务 我给我自己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要打造一些内容 跟一些空间来 那我们希望金融市可以成为 更适合青少年生活念书 还有就是学习的一个环境 我们一直都要打造成 各个年龄层都会觉得 金融市一个很舒服的城市 那很显然的孩子们也好 青少年也好 空间比较缺 现在的空间大家想一想 其实都是导向为长者在使用的 那我们希望稍微平均一点 或者是有更多新的空间 因为有更多空间四处 因为人口整体来说 而且学生人口是降低的 所以我们会通通的来盘点 做出更多的空间四处 谢国梁承诺 学生们的意见 教育处都会列管 演艺可行性 未来他希望每年举行三到四次 和学生们对话 听取大家建言 让师傅能为青少年建构良好的学习 和宜居的城市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台日韩国际学生设计演习营 今年首度移师到基隆举办 有65位台日韩设计界的青年新秀 齐聚海科馆 共同揭开活动序幕 台日韩国际学生设计演习营的开幕式 在海科馆的国际会议厅举行 来自台日韩的青年设计新秀 跟设计专家齐聚于堂 透过七天的演习与参访 来认识基隆这个城市 有来过但是这次就是跟着设计团 然后来观察 所以就看得比较不太一样 对也有去港口 看到什么 我们去看了 我们搭船出去 然后我们有去绕沿着基隆港 我们到最边界 然后有介绍历史 像比如说以前的 美军 美军吗 美军啊 还是还有那个 那叫什么八门 什么 八 八 八 就是叫什么 八指门 我们那边也有经过 然后我们还有看到像比如说 他们那个什么塔 就是让人家知道 可不可以离开港啊 或之类的 进港啊 出港这些 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海风的关系 所以建筑会显得比较 就是斑驳 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可以 或是用什么样的材质 可以改善 就是港口附近的房子 真的是门面 对 我们透过这次的经验 有看到另外一个的基隆 就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海啊 从在海上看基隆这一块 那我觉得是可以应用在社图上 就是学生 我觉得给学生们一个机会去看到 基隆不只是我们所谓的 基隆庙口夜市 或者是 我在那边看海而已 但是我实际上有去海外 然后从海外来看基隆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角度 我们学生可以去体验看看 开幕仪式上 基隆市长谢国良 特别欢迎 参与台日韩设计研习营的专家与学生 邀请大家来观察 基隆这个有文化底蕴的国际海港城市 给基隆不同的设计观点来提升城市质感 这个城市里面比较老旧的一些建物 设备等等 包括垃圾桶 包括便电箱 都是我们希望透过工业设计 能够改造城市风貌的一个样品 他们是设计专家或设计新秀 他们这一次也会针对基隆市的景观 建筑 它的布置来做很多发想 也就是说他们会真正留下很多设计概念 是直接以基隆为主体 他们不是纯粹的讨论 他们来重新提一些概念 如何设计基隆 那当这个研讨会结束的时候 这些概念就可以把它留下来 给我们做未来城市 重新翻新的一个参考 这个才是产发处当初跟我说 以及林鼎召处长 他争取了很多经费 一样的这个是 没有在我们的预算科目里面 这个是原来就没有的一个计划 但是我们争取到 然后其实新北也有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也有找企业 大家共同来把这个办好的 这次活动由基隆市政府 产发处跟文化局 以及海科馆方面 共同来协助 让这个国际演习营的学生 跟老师们 能够安全舒适的在基隆 进行参访学习 激荡设计创意 市府未来也期许 有更多的国际青年 来到基隆交流 为这个有充沛文化历史的 国际港都城市 注入新的设计灵魂观点 来塑造更有质感的 城市文化底蕴 记者黄日升陈淑萍 基隆报道 基隆有如童话故事般的 咖啡店在哪里呢? 梦幻千层蛋糕 到底留几层啊? 县令版的委托行咖啡 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魂姐妹 将用镜头带领观众 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胃 都紧满了 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机车停泛合法 骑游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 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行 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 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角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盆栽 机车放在绿角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 能够方便同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远离车辆 安全处等待通行 走行人穿越道 不任意穿越车道 遵守号制 绿灯秒数足够 再过马路 酸心过马路 不滑手机 行经路口 停让行人 无号制路口 遵守停让 至路口中心点 再转弯 避免死角 车辆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 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基隆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 人气网路都能再开心去 住进社会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贷族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 为了要培养学生聪明辨别真假讯息 中家宽品吉隆 同与金融商工航电科进行产学合作计划 学习用手机传达镜头语言 发挥对社会应有的关怀 横移跟左右咬有根本上的不同 就是横移它的机器是在动的 可是很多人待会练习的时候 可能会练习成这样 这样就错了 人手一机的时代 如何运用镜位拍摄主题 让画面传达镜头语言 成了一门重要课题 下往这两脚然后再绕一圈 你就记得刚刚参照的那个概念 然后再往这儿 中家宽品吉隆推广媒体试图课程 从金融商工校云出发 请来了学界经验丰富的 红马克导演 教学生手机拍摄 如何运镜和分镜 完整呈现事件主题 学到以后拍影片的那个运镜效果 跟未来对于媒体的试图能力 跟加强的部分 我觉得蛮实用的话 是横移的部分 我觉得横移的话 你可以从就是 会让我们观看者的视角 从左到右看的会比较清楚 我觉得横移很好用 它可以让别人了解我们要拍什么 然后可以清楚地呈现一些物体 如何运用镜头 让观众知道 你想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你要拍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抓住那个重点 让观众可以真的知道说 那个重点的好坏或是真实的感觉 他们大量在看一些短影片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学到还是怎么应用特效 怎么去做出一些效果 但是可能比较少人 比较有机会学到的是 镜头的运动 怎么让它带来意义 那镜头怎么动 可以让影像比较有质感 或是比较漂亮 所以今天我的主要是 课程会放在镜头的运镜 让大家去学 可能你在抖音里面 不太会学到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个基础 那如果说我们对镜头的运动有敏感度 那未来就算你只是要继续做抖音 或是可能要朝剧情片发展 或是你在拍纪录片 可是它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课程中融入了媒体试图观念 让同学们在资讯的爆炸时代 学会独立思考 分辨真假讯息 稍微长辈一点的人吧 就是阿公阿嬷那种辈分 他们会很相信 有我阿嬷也是 他会一直在群组传 就是我们会跟他讲 但他还会继续传 反正我们就是不会再转传 也不会再点开 其实最重要就是停 不是停看定 是停 然后查 然后动 停就是所有新闻看到 我们觉得怪怪先停下来 然后查就是去查阅 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查阅的方式 当然第一个就是想 它合不合理 那如果你觉得合理 可是你会觉得怪怪 那就是 我们就有一些工具 比如说四次查核平台 比如说麦克服那个平台 比如说美玉仪 或是说真的假的那个平台 我们其实台湾有很多 四次查核的平台 可以提供我们去求证 那如果说查不到 那你还是觉得怪怪 那就不要转发就好了 那最后就是说 动就是说当我们决定好这件事情 是真的还是假的时候 我们再去决定 我们就是做判断 我们去行动 行动就是去告诉大家 这是假的 或是说它是真的 它是好消息 我们就可以发出去 所以就是停 查 动 因为我们现在的资讯相当的多 也许透过我们AI 可能产生出来的 包括文字的媒体的一个 资料非常非常多 那很多都是假讯息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课程 能够让孩子们 透过一些查核的一个技巧 能够知道说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那这样子的话 最少他们可以做一些 基本的一个判断 那进而在他们的一个价值观 可以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学习 谢谢中家集团 以及跟我们金融商工 航空电子课的一个长期的合作 好 我们在任何程序合作之下 那当然除了我们媒体试读的课程 我们也到他们的 专业的一个 包括摄影棚 包括他们的一个场地 去做一些学习 我想对于学生 除了我们的实物之外 也包括我们的学科 能够做一个印证 我想也感谢我们的 在地的所有中家集团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一个 一些产业的一个合作 透过产观学 共同将媒体试读 教育向下扎根 让学生关心在地议题 贴近在地观念 共同记录金融在地的美好 记者黄绍鸣 金融报导 2023美丽基隆摄影 与影片创作比赛 真剑即将截止 欢迎各地的民众 踊跃线上报名 今年总奖金多达29万元 邀请大家一同用镜头 拍下基隆的美好 真剑时间到8月31日截止 详情请见活动官网 欢迎民众透过相机和手机的镜头 捕捉基隆的魅力 展现基隆充满爱与色彩的一面 美丽基隆摄影比赛 分为影片组及摄影组 影片组的主题为 有爱的城市 而摄影组则有 城市有爱、干净家园、多彩城市 以及独特基隆等四个主题 今年美丽基隆摄影比赛 提供影片组总奖金多达23万元 摄影组总奖金超过6万元 欢迎全台湾所有地区的民众 一起到基隆来 用镜头展现最美好 最友善温暖的美丽基隆 记者李亮杰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有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第1个 第1个 bly 都停满了 那就是随便停好 先生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車停泛合法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繼續拍手拍手 另外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幾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 雜物 盆栽 機車 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 能夠方便同行 表現出愛有千種表達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裡 是否讓您感受到 基隆是個處處有溫情的城市呢? 美麗基隆影片徵選及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屆 分為影片徵選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29萬元 現在就拿起您手邊的相機或手機 發揮創意透過鏡頭 激勒屬於基隆的友愛程式 充滿愛觸動人心的故事吧! 詳情請下活動官網